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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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OK 因為陳志龍老師還在忙 我開始介紹我們的老師 可是後來陳志龍老師給你們介紹一下 課的題目 有些形成性的事情 我也不太知道 你們已經看得到三位老師 前面的是尤娜老師 尤娜莫托斯 我們蠻高興有他 因為他真的有特別的紀念 他本來是一個工程師 他一直在大的公司工作 後來我自己不太知道為什麼原因 可是他完全換他的生活的觀念 他現在當教師 他是從希臘來的 你們應該知道 我們西方人都說 Greece is the Gretel of the mankind Gretel 一個小孩寶貝放在裡面的 因為我們的文化 都是從希臘來的 就是羅馬的印象 可是很多德文 英文 義大利文什麼 都是羅馬國來的 還是希臘來的 如果你們覺得德文 英文 法文 有點一樣 那就是因為是希臘來的 還是拉丁文來的 雖然希臘現在 遇到有些困難 這個應該會過程 第一個 可是希臘對我們的文化的印象 是非常大的 他們會給你們很 另外一個觀念 比如說我的想法很簡單 我是一個律師 我是法律的 我們的觀念 都是很直接 很簡單 他們的觀念 是比較豐富的 Ich habe einfach mal mit vorstellen angefangen 他會講兩堂科 另外一個 他已經走了 Lukas Lukas Lian Fulong老師 他也是很特別的 他是次學別的 也是大學次學的老師 次學是對的 對不對 次學是老師 可是他在旁邊 一般德國人 才台灣錯神醫 所以他的想法 是完全 相對的 不一樣的 一個是錯神醫 另外一個是次學 我覺得蠻特別的 陳志龍老師 你們應該都知道 你們都認識 其實他要接受最大的麻煩 他要安排 他找老師 他要跟學生溝通 還有可能最麻煩的 他要跟大學溝通 安排課類似的 我跟你們講 這個是非常累的 要寫很多文章 神經類似的 最後成功 我自己是裴老師 德文者 Claudius Petzold 應該有點難發音 對你們來說 大部分的台灣人 不太會說出來 沒關係 很多中文的字 很多中文的話 我也說不出來 太複雜 我自己是法律畢業的 我當過檢察官 我也是律師 可是我在台灣 也有其他的工作 我是一個德國旅行者的代表 我帶德國人過來 安排他們 他們去帕山 伊朗 台路哥 荷環山 那個 玉山 附近的一個小小的一個山 所以 我去過玉山 對 林茲山 去過嗎 啊台灣人 不知道自己的國家 這個是一樣的 最好的方法是 怎麼知道自己的國家 一個外國人來你家 一直問你 問你問你 你開始覺得丟臉 為什麼我都說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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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後來問 你是不是德國人 你是不是台灣人 你是不是台灣人 為什麼是嗎 都不知道 OK 所以我會看到 兩反的觀念 我看到德國人對台灣的影響是怎麼樣 我也看到台灣人對 德國的觀念是怎麼樣 滿有意義 因為想法會差很多 每堂課 我們有其他的老師 不一樣的老師 還有兩個德國老師 一個是 已經在銀行工作的 滿道的一個總經理 他退休以後 很喜歡在台灣教課 他應該會來一堂課 另外一個是 一個德國的代表 公司的代表 類似的 OK 那一般來說 我介紹了那個老師 差不多是誰的 有的時候還沒確定 我先還給盧卡斯老師 好 各位同學早 那每一個學期開始 我就很高興看到有一些 有非常多的新 這一學期 剛剛進來台大的新鮮人 所以我們這個課已經開了第五年了 那我們這五年 幾乎每一堂課都超過200人 那去年有285個人 那因為同學都非常合作 那譬如說有些同學在那邊的 你可以找地上坐 我們 我在德國上課常常在 就是坐在地上 就是說其實台大跟其他的 歐洲的大學 有一點相像就是 就是自由的風氣非常的興盛 那昨天在報紙上還登過 台大今年進入全世界第76名 那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理由來恭喜 各位台大的學者 學者 那我們這個課在設計的時候 就是說 European Law and Cultural Life 就是歐盟的 歐盟法與這個文化生命 生命文化 那另外一個學期就會設計 歐盟法與這個生命的對話 那這兩者就是要希望各位同學呢 能夠借的這個課程呢 能夠第一個就是能夠認識 這個現代的歐盟 那歐盟 那包括歐盟的歷史 歐盟的文化 歐盟的傳統 然後歐盟對現今的世界有什麼影響 那所以我們姑且就是說歐盟它 我在這個導論裡面呢 我跟各位先把歐盟當作是一個 Paladin 它是一個典範 那什麼典範呢 就是Globalization 就是一個全球化的典範 那我們在設計這個課程的時候呢 為什麼要把全球化 當作是非常重要的一款 Globalization Global 那因為這個在歐洲的大學600多年前 那個Borona 800年前 海德堡大學600年呢 他們當初在創立大學的時候呢 他們用的大學的拉丁語叫做Universitas 就是研究這個宇宙生命整體的一個 學術的殿堂 所以大學它在起初的概念呢 在海德堡大學成立的時候呢 它是神學院 那顧名思義呢 神學院就是要研究上帝的話語 那從上帝的話語呢 導出再去發展出這個哲學 哲學院 再發展出這個法學院 再發展出醫學院 所以在古典的四大學術裡面 神學、哲學、法學、醫學呢 是現在我們大學的所謂 大學的一個真正的基礎 就是一個好的大學它應該至少 包括這四個學院 當然我們現在台大也有這個商學院 也有其他的農學院 科學的學院 那所以這個大學在成立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感覺到說這個大學 它已經在歐洲立下一個基礎 一直到1908年 德國這個 德國的紅寶大學出現的時候呢 那1908年到1998年呢 德國的紅寶大學呢 出了總共44位的諾貝爾獎得主 結果紅寶大學變成這個 所謂世界大學的一個典範 那大家在問說 為什麼一個大學會出那麼多諾貝爾獎得主 那事實上這個就是一個奧秘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Universitas 就是它是一個研究宇宙生命全體的一個 學術的殿堂 所以大學它有特色也有取許 所以我們在開這個課的時候呢 就希望把這個台大呢 向這個所謂的世界Universal Universitas 研究宇宙生命的一個殿堂 這樣的一個概念引進來 那顧名思義這個Universal就是說 其實呢大學是希望這個在台灣 我們說台灣台大是第一等的學校 就是最好的學校 那今年全世界第一名的是MIT 就是麻省理工學院 那大學它不但是全世界 每一個國家都有大學 台灣的大學數量又是全世界最多了 比例上170幾個大學呢 結果有一次瑞典大使來這邊演講的時候 其實瑞典 瑞士 其實瑞士只有16個大學 可是瑞士有兩個大學呢 也是跟台大一樣全世界頂尖的 好 那所以我們藉著這個開歐盟法跟生命文化呢 進一步的去認識這個歐洲它的大學的來源 它歐洲的精神文明 歐洲一直到現在的一個成就 我們講說歐盟的出現呢 事實上開就是打破了很多傳統的 每一個國家的界線 它二十幾個國家裡面 二十八個歐盟的會員裡面 每一個國家都可以自由的來往 貨物都可以自由的來往 資金都可以自由的來往 服務也可以自由的來往 所以它是一個國和國之間的 打破這個界線的一個觀念 我們這個國和國之間的界線 尤其在亞洲是非常嚴重的 這個即便我們現在有中國大陸來這邊自由行的 可是他們要申請這個一個進來台灣是很難很難的 那歐盟在2011年的11月21號 竟然把台灣去生根整個歐盟二十八個國家 包括歐盟一些生根國家都把簽證免掉了 送給台灣一個大禮 那它的理由是說台灣的民主成就 台灣的治安 台灣人民的素質已經值得歐盟整個歐盟的肯定 所以他們總共開了二十八個會議 二十八個會議一致通過 讓台灣免簽證 所以其實像現在我們就是 你要去歐盟或是德國 你拿個護照就去了 去那邊接 不要任何理由 我就是要來 所以在三個月內都免簽證 那這個證明就是說 我們跟歐盟的關係跟以前確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個大學呢 從黑格爾的定義裡面 大學它是一個具有世界精神的地方 那英文叫Word Spirit 那德文叫Word Geist 那為什麼大學具有世界精神呢 它是一個人類的一個 Higher Education 它是一個高等教育的一個 人類高等教育的 而且在大學裡面呢 它有包含了這個很多智慧知識 它有智慧還有最主要大學裡面呢 跟其他的教育的方式不一樣呢 大學是要鼓勵Creativity 大學是要讓每一個人的潛力呢 都能夠發揮到無限大 所以在洪寶大學 剛創立的時候 那個洪寶這位校長 他就講了一句話 大學是要讓每一個學生的潛力 發揮到無限大 上帝在每一個人心中擺的一個小的宇宙呢 他這個宇宙裡面的所有的潛能 都能夠發揮到最大 所以他用這個方法辦了洪寶大學呢 竟然出了四十幾位的諾貝爾獎得主 所以就表示說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尚未開發的一個金礦 尚未開發的金礦 裡面充滿了很多智慧的寶貝 只是大學有責任有義務 要把這個智慧 你們每一個人 上帝給你們每一個人心中的天賦 讓你們完全發揮出來 然後大學其實也是 他是Education for leaders of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未來領袖培育的中心 未來的領袖 未來台灣領導人領導的中心 雖然我們台灣出一個 就是總統現在坐在龜山裡面 另外一個總統只剩下9% 可是我們還有更好的理由就是說 我們要把總統的頭家就是人民 就是在民主的制度裡面 這個總統的頭家就是人民 我們必須要把訓練最好的人民 來贏過9%的總統 來贏過這個坐在龜山的我們的學長 所以你們在每一行每一行都可以成為領導人 當然將來也不排除你們也會出很多總統 那都是OK的 但是即便不是總統 但是我的理解裡面 也應該把總統的頭家訓練得更好 其實這就是歐盟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歐盟所謂的基本人權裡面的 包括這個教育也是人權的一環 所以必須這個政府有責任 要把教育辦到最好 讓每一個人民得到最高的智慧 那這個整體的歐盟的實力就會增長 所以其實台灣的實力真正是建築在 從教育裡面 從民間裡面 從很多善良的宗教人士裡面慢慢培育出來 然後在大學裡面還有一個 Design Innovation Solution for Society and Nation 就是大學裡面更要替國家找出這個解決方案 我們說台灣有食安問題 有一個燒油的問題 以前有這個塑化劑的問題 還有公安的問題 有這個整條馬路都爆掉 地下水管二、三十年建築以後 從來沒有去檢查過 也有治安的問題 連警察都被殺死了 那這些問題他絕對不是說一天就出來了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但是所有危機也不是一天就出來了 他一定是很久很久累積的 那你們這些未來的領導者 你們怎麼去處理這個社會問題 那這個絕對是一個很不簡單的挑戰 各位想說這個二十幾年前買的水管 那有誰會知道說他裡面那個化學會爆炸的東西 已經流了二十五年了 那有誰會想到說燒水 那個臭的豬油 有誰會想到我們已經吃了三十幾年了 我們的塑化劑有誰知道那個或是棉子油 我們每一個像我六十歲了 我至少都吃了二十年了 所以為什麼連吃的東西都是假的 所以我們說這個公安、食安還有治安 那這個社會挑戰是非常大的 那你們這些未來的領導人就必須要去想說 為什麼這些危機是在二、三十年 是在所謂台灣進入民主時代以後 才出現這麼嚴重的問題 那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所謂的世界精神跟全球化 然後還有一點最重要就是說 大學裡面也是communication of mankind 就是人類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 必須要在大學裡面產生對話 而且不同的學者也應該互相學習對話 我常常說我們的這個十二年國教 以前我們我考大學的時候那時候只有六年 後來變九年變十二年 然後國教說免試結果考兩次 那這裡就感覺到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的教育一直出現很大的問題 那教育出問題是因為什麼 教育為什麼會出問題 其實我們教育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我常常感覺到說 這種填壓式的教育 這種填壓式的教育 這種以前我們那個時代威權的教育 或是以老師為權威的那個教育 然後老師跟學生沒有辦法對話的教育 或是說像那個時候你國教考試 這個填壓式背了以後再去考試 然後考到很好的成績 所以進入建中進入台大 其實我們在填壓式教育下呢 我認為我常常問說 到底我們失去了什麼 其實我們失去了表達自我 我們失去了語言的能力 很會考試啊 但是對不起 沒有辦法表達自己的思想 因為背的都是別人教科書裡面的東西 我們已經失去語言的能力 我們已經失去對話的能力 我們沒有辦法跟人家好好的對話 我們沒有辦法好好跟老師對話 我在漢堡大學讀書的時候 我就是按照我們這個台大這一套 背書背得很好 結果老師 這個我哲學系老師 就這個期中考 期末考 就給我60分 我說奇怪 我都背對怎麼會60分 然後第二個學系也是這樣 背得更好 連鬥點缺點 鬥點句點搞不好都背對了 結果還是60加1 61分 然後我就跑去找老師 老師一看 對啊 你的答案都對啊 可是難道你只會背我的東西 你不會去想出自己的idea嗎 難道我們漢堡大學是要訓練影印機嗎 那時候我才仿論大物就是說 因為在德國期待中的大學教育 是因為你要自己講出你自己的意見 你要發明你自己的idea 你要去創造你自己認為是對的事 就是說那種以學生為主體 以學生為最重要 學生的創造率為最重要的 那種教育才是大學教育 而不是天涯式教育 假如說我們大家都背像這個台北市的市政府 提綱 課綱 大家都背那個套東西 結果我們所考試只是幾萬人同樣copy 同樣一個標準答案而已 裡面沒有任何新的東西 沒有任何新的東西 那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很感謝我這個老師 他說難道大學教育是要訓練影印機嗎 難道你們幾萬個人 或是台大幾千幾百個一個系 兩三百個學生背了這同一個老師的教科書 然後之後大家都寫同樣一個答案 沒有任何一個人有創造的 所以我們不但失去了語言的能力 我們還失去創造的能力 我們還失去表達自我的能力 我還沒有辦法 還不敢講出我們自己的思想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教育現在會遇到的問題 過去一直都是問題 未來也會一再發生的問題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模式根本沒有改變 我們沒有改變任何模式 所以12年國教免試 結果考試考到大家分得 而且裡面還包括什麼 你填錯志願還要扣你一分 這還包括什麼 包括你對學生的一種潛在式的威權 其實我現在講威權是比較客氣 以前我認為這個教育制度裡面有法西斯 有什麼 有那種對人虐待別人為樂 虐待家長為樂 虐待學生為樂的那種動機在裡面 很對不起 我講這個實在是對教育部很大的羞辱 但是一個國家的教育體系 本來是要讓人每一個人都發展的 結果他是最厲害的就是怎麼去處罰人 怎麼去讓這些家長分頭轉向找不到 所以我覺得說在我們的大學教育這樣的一個 遇到這樣巨大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不要說我們每天看電視看到那些家長在那邊 就是覺得很痛苦的時候 其實那種焦慮是會感染 我也被感染了 我感染到乾脆去喝啤酒算了 就覺得真的他們那麼大的痛苦 我們竟然沒有辦法去幫助他 所以在大學教育我們講到這個 他還是一種spirit of the truth the good and the beauty 就是說大學教育的精神是什麼 那說到精神這個是很抽象的 大學教育有什麼精神 那黑格爾認為大學的教育 他是一個所謂的真善美的精神 那真就是所謂的真理truth 德文叫das vare 然後善ne das gute就是the good 就是善 至善 然後das schöne就是美 那這個真理呢 那其實就是表現在哲學思想上 哲學最重要的就是要追求真理 那什麼是至善 那所謂的宗教 所有的道德理性呢 其實就是要尋找至善 什麼是善 那中國人很早就已經想到這一點了 大學之道 再明明德 再親民 再子於至善 那拉丁文叫sumun bonus 就是最高的善 那這個最高的善呢 也曾經被康德來描述為 就是說人生最高的目的 他說為什麼這個人生呢 在實踐理性的裡面呢 為什麼有三個重要的預設 第一個要預設這個上帝存在 那預設上帝存在呢 也預設到了最高的善的存在 就是說只有上帝 耶穌講過只有上帝是善的 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們道德理性的三個宣傳條件 第一個上帝存在 因為最高的善是存在的 sumun bonus 就是hurst the good 就是善的最高高點 那所以真理大學的教育呢 就是要讓同學能夠找到真理 找到最高的善 然後呢還有datione 找到最真的美 那真善美這個是我們稱之為 道德理性的三位一體 因為真善美其實一個真的東西 它同時也是善 它同時也是美 一個善的東西它也是真的 它也是美的 一個美的東西它也是 所以這個真善美呢 必須要在大學教育裡面呢 能夠在每一個同學 運用它的最高的創造力 把最高的善 最高的真理 最好的美 最美的人生創造出來 這個就是大學的一個基本的功能 它也是黑格爾所講的 大學的基本精神 所以其實你聽 所以你說我藝術系在學什麼 其實藝術系就是要發展美 那哲學系要幹什麼 學系要尋找真理 那宗教哲學或是就是要發展最高的善 那這個真善美都完成了一半 黑格爾就說 那就是所謂的absolute spirit of freedom 那你的心靈就真正自由了 所以自由不是說像那些黑道一樣去砍警察 自由不是晃縱 自由不是去傷害別人 自由是要行善的 所以黑格爾說這個自由 大家以為每一個人都有自由 但是其實自由 真正的自由 如果你覺得你已經有自由 但是真正的自由是你必須每天去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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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就是我認為呢 大學跟世界精神有關聯的這種概念 當然這個是我現在講的是一個 所謂在德國他認為的一個真正大學 所以在大學裡面呢 我們可以去探討 那就是說其實最大的取取就是希望台大 我們的每一個學生都能夠再透過這個教育呢 能夠得到全球化 所以在未來的高等教育呢 其實這裡中間有很多重物 我就跳到這個 這個我們用來用幾項來去想說 這個高等教育的目的在什麼地方 那當然這第一個就叫sappell order 就是dare to think 就是拉丁文所謂就是你要勇敢的去思維啊 那這句話不是我創造的 這句話是康德他認為呢 假如啟蒙能夠帶給這個世界什麼呢 那我想啟蒙可以帶給這個世界呢 就是讓本來不會思想的人勇敢的去思想 他說sappell order is the motto of enlightenment 他說 那我覺得這句話他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說我們用這個以下的幾點來陳述這個高等教育的目的 當然我們說globalization和universal spirit 這個我們在第一個時間我們也已經談過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enlightenment and independence of thinking 就是其實是enlightenment 這個顧名思義就是說把你的心裡的光點亮 或是點亮你心裡的光 或是我們直接翻譯叫啟蒙運動 那我剛剛有提到的就是說為什麼台灣在 即便在一個台灣最高的學府呢 就是因為過去幾十年的這個所謂的填鴉式教育 還有威權教育 還有甚至很多的所謂的威權教育 昨天我今天看一個報紙看得很感動 就是有一個38歲的人就突然去提起告訴 要告一個老師 這個老師已經退休62歲了 他告他要賠他3000萬 然後他說為什麼 他說我在讀小學的時候你每天打我 打到這種處罰 體罰讓我每天流血呢 讓我過了這個26年呢 我到現在都還存餘的恐懼感 我的生命已經被你毀掉了 當然這個是告訴是不會成立啦 可是這個報紙讓我覺得 因為我小學 讀小學的時候 我那個老師為了讓我 讓我們全班就是能夠考上以前的基隆中學 也是一樣 你是九十分打十下 八十五分打十五下 就每天打 結果他把自己的兒子 他的兒子不是他親生的 打到那個腿就流血 我們天天看著他 所以我今天看到那個38歲的人 要去告26年前他的老師 我就想說 其實你們這一代算是幸福了 我們在我們那一代 那個體罰教育是很正常的 但是各位不要忘記了 真正的刑法 真正的處罰呢 當然不只是體罰而已 有時候是精神的體罰 精神的懲罰 或是用罵的方式 或是用看不起你的方式 或是用什麼方式呢 那其實台灣我覺得非常可憐 我自己當過高中校長 然後我當高中校長的時候 我就有三步 一個是不能體罰 第二個是不能記過 第三個是不能退學 我的理由就是說 這個學生是未來的領導者 你體罰未來的領導者 那他的心靈已經創傷了 他未來怎麼去領導未來的世界呢 所以我那個學校後來這個教育廳給我很多獎金 因為他覺得我這個方式也不錯 不但沒有體罰 而且還讓學生那個犯罪率整個降低 我以為 所以這個 我說假如台灣啟蒙是尚未開始的一個巨大工程 各位絕對不要驚訝 我們要走向一個真正的啟蒙 其實我們要走向一個真正的啟蒙 其實要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光從教育改革還有社會改革還有心靈改革 這些都是要非常多的人努力 那所以啟蒙之後呢 每一個人才有辦法他獨立的思考 然後第三點的freedom courage to become free spirit and open mind for truth 就是說高等教育其實是要讓每一個人的心靈自由 在聖經上有一句很有名的話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真理會讓你們得到自由 真正的真理才會讓你們得到自由 可是迷信是讓你們不自由的 或是服從權威也會讓你們不自由 其實最後是怎麼樣 你們才是你們自己真正的主人 那你要做一個真正好的主人呢 就是你們必須要心靈完全的自由 你們必須完全的自由 那你們要有勇氣成為一個自由的心靈 然後對真理能夠展開一個開放的心靈 你願意把心胸打開去接受別人對的話 去接受理性的話 去接受正確的概念 去追求正確的思想 所以自由這個字看起來是很簡單 事實上假如沒有自由 那啟蒙就是枉然了 啟蒙的目的就是要得到自由 那高等教育在第四點我這裡認為 Designer and engineer of the future for society Dare to solve the new crisis and societal challenges 高等教育就是要訓練未來的 未來世界的設計者 未來世界的工程師 然後他必須解決未來世界每天遇到的危機 或是社會的一些挑戰 那我們看看其實台灣要告訴什麼是危機 我想你們每天只要看電視或是看報紙就知道了 每天都有危機 每天都有危機 不是高雄爆炸 不是食安 那表示其實這個社會正在面臨這種道德的崩盤 大家所有人為了錢 什麼手段都趕出來 這道德已經崩落了 那假如說台灣還會有救的話 其實我覺得假如我一想 我喝了將近25年的一個假的油 然後那個塑化劑都超過二、三十年 而且很多都是會影響我們下一代的 而且像重金屬的皮革油變成石油油 重金屬是破壞基因變成癌症的 假如你想到台灣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們的責任比我還重 那第五個就是strong will to protect the life promote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security 那啟門教育這個所謂的高等教育呢 也必須要讓每一個人會產生很堅強的抑制 你們要訓練就是說我這個 因為上天給你們比較好的機會 可以讀到高等教育 你們應該負起更大的責任 有更大的意志力要來保護生命 而且特別是保護生命的尊嚴 保護生命的尊嚴 然後最好就是說 在你們將來可以做得到的時候 去推展真正的福利國家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很多錢都被就是在貪污掉了 浪費掉了 那其實那些錢是應用來這個所謂的社會福利 那當然社會福利包括教育 在德國大部分的教育是不用錢的 社會福利還有最重要是社會安全 就是說其實像大家不要想說 我這個只有高雄在報 其實台北的地下也有很多微報單 非常非常多 而且很多管路絕對超過30年沒有去檢查過的 那用這個來講說什麼是社會安全 社會安全政策呢 其實在德國的Binschmark 早就講做的 The best social policy is social welfare 一個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社會福利政策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把社會福利做好了 你就可以就是大部分的人不必去做黑道 不必去做強盜 那以前我們講說 以前有一個殺人壞叫陳靖興 那警察為了追他追了一兩個月 結果花了兩億的 花兩億 那假如說這個人他在當還沒做壞的時候 你就教育把他叫好不要去做壞事的話 那社會不是省了兩億 所以在法學裡面所謂的preventive policy 就是說預防性的 預防性的永遠比那個懲罰性的更重要 更以為有效 就是說這個像以前我為什麼反對把學生退學 因為我說那我的教官說他抽菸他打架退學 我說那抽菸打架你把他弄進社會變黑社會 那不是去傷害社會 所以我的前任校長退學了92個人一年 我不但沒有退學我還招生多一倍 我還把那個退學的92個再找回來 那時候我的想法是什麼 我的想法就是說你不要把教育的問題推到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再變成黑道的問題 其實很多黑道很多都是中錯生很多 所以社會安全是社會的危機還沒有出現前的一種政策的措施 所以大家要用很多的時間去思考 What is security? What is security policy? What is social security? 大家要 歐盟用最大的這種政策研究都在社會安全 安全政策 那這個是對於任何我們的人文科學也好 或是對於我們學這個都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然後Higher education has to build up the ability of critic dialogue Dialectic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那高等教育就是因為人受到啟蒙之後 他就是要發展出批判的能力 批判的能力就是能夠看出問題嘛 然後還有對話的能力 就是你很多別人的意見往往會比你好 連孔子都會說三人行必有我私 就是其他兩個人其中的一個他的意見搞不好都會比我好 所以我要跟他們好好對話 然後Dialectic thinking 那這個辯證法辯證的思維其實就是黑格爾發展出來的 那他認為這個所有的你的只要你在思考你就在辯證 那辯證我們常常說正反合 正體 反體 合體 事實上辯證黑格爾講了一個說 就是因為人是有生命的 就是因為人是有生命的 所以它是一個辯證的一個過程 那他舉一個例子什麼叫辯證 什麼叫生命體 一個種子丟在土地裡面長成樹 樹又結成蘋果 那蘋果有一天它老了掉到土裡 那個蘋果的種子又變成另外一個樹了 他說大自然的生命的現象就是一個辯證 種子不是樹 樹不是果子 可是種子樹果子加起來 才真正成為生命樹的概念 所以這是一個 所以生命是充滿了Change 就是改變從種子改變成為樹 樹改變成果子 果子又改變回到種子 這個Change的過程 這個辯證的改變的過程 才是生命的整體 那人也是一樣 你父母親他生你的時候 其實你剛開始只是一個精子和卵子的結合 之後生下來變成一個人 人以後又成長 然後以後你又結婚 結婚以後又生小孩 小孩又變成第二個父母親 那這個告訴你什麼 生命的整體它是在成長的 它是在改變的 可是所有的改變都是你生命的整體的一環 我小時候六年級的時候我也叫蓮芙蓉 可是那個象片看起來小小 可是現在已經60歲了 看起來老老的 生命是會改變的 生命是會成長的 可是這個整體就是上帝的智慧 就是一個辯證 就是你從小時候你沒有自覺 或是小時候被老師體罰 後來自己變成校長 禁止人家體罰 這個生命整體是一個自覺的過程 所以人從對自己不認識到認識自我 然後再去認識別人 然後再去當老師去教很多人 然後很多學生以後再當老師再去教很多人 知識的傳承 生命的傳承 跟一個生命樹的長大的過程 都叫辯證的過程 都是叫活的生命體 都是叫生命的本體 那只有這種活的生命 才是真正教育的內涵 就是說你們自己必須成為 那個活的生命的一種主體 你們自己成長 然後自己去創造知識 然後再去教人 然後再你們自己也是學習的大自然的一種方式 不斷的在做自我辯證 不斷的在成長 不斷的在教育別人 這樣的教育回到大自然這種辯證 才是真正的教育 因為什麼 因為活的人必須要有生命辯證的方式去對待他 他才自己會去產生真正活的知識 你們才不是只是背一些知識 而是你們自己生命種出來的蘋果 你們自己生命種出來的蘋果 所以辯證的思維事實上 在哲學上是列為必修 必修 一定要學辯證法 那最重要就是透過辯證法 產生的一種創造力 然後第七點我認為高等教育呢 就是要促進生命的價值 Value of life Dignity of human being 這所謂的自然法權 Dignity就是說生命的價值 就是說人生 這個法國大哲學家 袁蘭洛克章就是說 人在出生那一刻就受到上天賜給他 無法剝奪的人權 所以每一個人的人權是平等的 那這個在法學上稱為自然法權 Nature human right 就是自然法權 所以自然法權才會變成自然人權 就是說你天生就有上天給你不可剝奪的尊嚴 和生命 還有追求生命的幸福 還有你的財產權 在自然法權裡面這幾個概念 算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個是Universal human right 就是說整個像聯合國所宣稱的 這個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 就是類似這種 那第三個是Equality for all citizens 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 你要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 沒有你比較高或是台灣人比較高 或是外史人比較高 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 Respect different opinion 你必須要尊重別人的意見 Charity and solidarity with the weak and the poor people 那這個博愛你要有那個慈悲博愛 還有必須跟那個窮困的人 有這個Solidality 有這個團結 你要跟他站在一起 那第八我認為高等教育 他有一個他的Political Confession 他必須在政治的理念上 他有一種信念 他什麼信念呢 Peace Social Justice 和平 社會的正義 Democracy 民主 Constitution of Human Rights 就是憲法所保障的人權 還有幾分鐘 OK 然後憲法所保障的人權 Rule of Law 就是法制 Independence of Juridiction 這個所謂的司法獨立 那司法獨立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non-discrimination 就是不得歧視 我後面寫reject racism 就是反對種族主義 economic disciplin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dialogue in cultural and religion diversity with respect and tolerance universal hospitality 然後第九個是wisdom of academy 就是說學術的一個智慧是什麼呢 就是academic integrity 就是學術的誠信 Independent R&D 就是一個獨立的研究和發展 reightness for cooperation 就是隨時亦被跟人家合作 reightness to help the weak colleagues passion to create happiness for society strong we are to solve problem and crisis in science and life 然後第四點可能這是我認為呢 就是說可能對我們比較 比較高比較大的一個目標呢 就是prophetic wisdom to foresee the crisis and to solve the challenges 就是說要有一個先知的智慧呢 來預先看見危機 並且解決這個挑戰 wisdom to guide the new generation 就是說你們要有能夠領導未來世代的一個智慧 vision of a better future for all 你們要替未來呢 創造是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great spirit to inspire the whole world 你們必須要有決心能夠影響整個世界 非常謝謝 謝謝 我想進行的時間 這個課程有什麼特殊點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這課程的特殊點就是 我們強調的是對話 所謂的對話 所謂的對話 所以當然有個對話 所以我們的課程進行中 大概是一共有100分鐘 然後大概希望它是在75分鐘左右 要停止 後面20分鐘或25分鐘 我們會做雙向對話 那我們為什麼要對話呢 我現在講的故事給大家聽 這個 有一個A跟B 他們各有一粒蘋果 A有一粒蘋果 我是A 你是B 對不對 我有一粒蘋果給B 那B有一粒蘋果給A 我問你A現在身上有幾顆蘋果 簡單書寫 回答 回答就有 到時候有書文松 這個就是 你有幾顆蘋果 還是一顆對不對 我也只有一顆 OK 但是 這個是我們所謂的物品交換 但是思想交換不一樣 我有一個思想 你有一個思想 我的思想給你 你的思想給我 我有幾個思想 我有兩個思想 你有幾個思想 然後我們交換以後 還有第三個思想 所以思想就會變成不一樣 對話以思想不一樣 那我們這次強調思想的課程 所以我們重點是在 廢話 在交換思想 交換奇怪的思想 如果是一樣的思想 那叫蘋果 蘋果只有一變年幽 那沒有用 所以蘋果只能做 那個叫做水果日報 那真的要進來的時候 還是到我們的課程來談 然後大概問題 我們把它分為 問題要分為四項 第一項就是觀察 第二項就是分析 第三項就是我們要批判 第四項我們提出的處方 問題 我們擠收水油的問題來看 它是有收水油 然後 第一個是觀察它有收水油 第二個問題呢 分析為什麼會有收水油 為什麼在台灣收水油這麼嚴重 其實不只台灣很嚴重 其實有人賣黑色的水 跪得要死 黑色的水怎麼出來了 吃了為什麼會有苦癌 會出獸 有人賣那個人造的肉餅 吃了以後呢 不曉得會怎麼樣 對不對 然後有人賣那種炸雞炸薯條 吃了會怎麼樣 沒有人知道 那他們的油是正常的嗎 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提煉梅花的黏脂油可以吃呢 為什麼 那為什麼美國跟歐洲不一樣 這就是我們課程在討論 大家一直都喜歡美國喜歡日本 日本呢 曾經經濟過經濟王國 不是很大的國家 那後來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就永遠跟隨人家當小弟 所以他出了核子五 不是核子發電的問題 那為什麼不找發電 賣他發電的人找問題 為什麼要靠台灣去救他們 那為什麼要靠日本去救他們 他還能想這個問題 所以當人家老二或是當人家小弟 乖沒有用 乖最後只有被消滅 所以我們要提倡要分析這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我們要提出批判點 那批判點就是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我們交換想法以後提出批判的想法 最後第四個問題 第四個點 第四個階段 我們就要提出怎麼解決荒案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課程主要的目的 因為在台灣的課程都是要大家做好的 其實做好的是錯的 現在光做好的沒有用 所以我們第三個point要跟大家講 我們這問題呢 不是要解決一般事情的問題 我們還要解決人的問題 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人 我們兩個手都可以洗 左手畫一右手畫一 沒有問題 為什麼把這列出來 一般我們都是這樣講 像手指油這個壞人 壞人呢 是百分之多少 人群眾 百分之九九 百分之九九是善良的人 第一個呢 我們要消極不要做壞事 第二個 積極做好事 但是壞人呢 永遠做壞事 還要欺負善良的人 那這樣的話 我都不管別人家我去修行修道 我問你 壞人會不會不做壞事 我們的問題點就出在 一直在這樣以前做好事情 這沒有用 我們壞大的問題呢 都出在於人民的 這邊人的冷淡 不做事害怕 不針對問題解決 然後全部聽人家的話 所以第三個點才是重點 第三個點 我們最大的好人呢 是還要打擊壞人 大家要打擊壞人的勇氣 所以如果沒有打擊壞人的勇氣呢 我們的社會就像現在這樣子 就越來越爛 日本人也是一樣 他們當好人對不對 被人家核子 烏蘭場設備了以後 他們有沒有去追究這件事 有沒有 沒有 所以我們要教你一個新的方法 這是一個點 第二個點 我們在談法律 其實法律的人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是同腦不太好的 百分之一的人是好 那如何分辨 不好的人呢 他講法律分為 成氣法跟實體法 其實這兩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人 如果是一個不好的人 他掌控法律 這法律當然是不好 好的人掌控法律 他自然成氣實體都會好 所以整個問題點在 那人怎麼來找呢 人就是蠻嚴重 我們練法律的 德國人有一句話 如果我們是像歌子一樣 心像歌子一樣 然後做出來像歌子一樣 最後呢 就被人家拿起了 考歌頌 所以我們第一個 人呢 心要像歌子一樣純潔 但是想法要像蛇一樣狡詐 所以我們現在教大家的是 狡詐的法律社會系 這個才是重點 沒有這樣的話 其實沒有辦法討論問題 所以我們知道 如何對抗這百分之一的惡人 現在的問題點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呢 要起來有他的想法 有他的做法 然後這個一些做法呢 我們就要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 美國跟日本的做法 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比較欠一欠的是歐洲的做法 那我們現在要講個歐洲的做法 這個歐盟跟美國 美國其實也很大 因為他五十幾個州 這是大國 超級的super state 對不對 那歐洲加起來其實很複雜 像一個德國他有幾個靈國 十個到十一個 然後瑞士呢 為什麼不願意當德國人 然後為什麼 在德國本土以外的英國 蘇格蘭他要獨立 泰爾人要獨立 那為什麼英國在海外呢 有好多大英國協 那這些全世界的問題 非常複雜 所以德國跟歐盟呢 跟這個美國呢 他是有不一樣的 這個像 Claudia Petros教授他有講 這個美國人呢 像Mars 像戰神Mars 對不對 那這個歐洲人像Venas 女神 女神就是很溫柔 但是最後 但是智慧在討論一些問題 所以這些點是歐盟跟美國 跟日本不一樣 但是我們在國內叫上歐洲法呢 他只有教歐洲法院的問題 等等 從上面到下面 我們不是 但是我們是從基本去教他們 所以這些點 我們可能就是這個課程裡頭 為什麼我們要採取最直接的教學 我採最直接的教學就是 我去找很多 我跟這個聯博士 我們這個課程裡頭 這個都會聯博士幫忙 他去找很多他認識的一些外國人 然後我們一起來 一起來讓大家直接就可以討論他的想法 因為經過轉換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這個課程的重點 也是這個課程我們的期待 好 那我們想最後一個點 我們的這個課程裡頭 其實就是面對現在的問題要解決 當前我們有很多問題 其實台灣算很不錯 因為有所謂的政爭 大家忘了 才會讓這個所謂的收水油的案件爆發開來 還有我們有奇怪的媒體 因為經濟的不景氣 讓很多媒體人變成 資深媒體人變成名嘴 他們就是喜歡的爆料 所以爆料越多 台灣才有希望 但是有希望最後還是要改 那如何來改 其實只有整個來改 我們不能做只有個別的改善 來做整個系統的改善 所以我們的問題是 要進入系統革命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東西當然是 最後是給想法給大家 大家才來做 那我們大概課程先這樣講 然後我們在這個禮拜六 九月二十號我們在有一個 我們要發表兩本新書 然後是談人的問題 談人被人家鬥爭 然後人潑濤洶湧台灣法力大使力 台灣的黑幕 那這些研究以後呢 你就會 年輕的時候就會有 像老頭子一樣 突然有六十年一甲子的公布 所以這樣就會改善你 所以我們這課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透過經驗的交換 你會比我還聰明 我算是很聰明的對不對 那你們還會比我更聰明 那我們就 這個是課程的主要問題 那我們接著就是我的時間 二十七分鐘 不對 我的時間還沒到 現在才二十六分鐘 那個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 請教教來了沒有 那個 隨便的主教 有來嗎 以前我們的 請待會兒再介紹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 八字尤尼納倫斯 這個 我們的好朋友 這是東正教的神父 那東正教是 基督教有三大教 對不對 是三的吧 是宴來的 宴來的基督教 宴來的基督教 宴來的基督教有三大教 那一個是東正教 一個是羅馬 羅馬的東教 然後再來就是新教的 有所謂基督教 那這個 優娜呢 他的想法就是說 天堂呢 它不是在你死後以後才有 天堂就是在你同時間 只要你等人家愛的時候 這時我們就是屬於天堂中 如果對人沒有愛 我們現在就是第一人 所以很多古希臘文 古拉丁文 還有很古代的文章 我們的優娜都知道 所以優娜呢 他是一個哲學家 是有一個很經驗的頭腦 但是最重要的是 優娜是有很好的心 那他要改變我們人類的心 使大家有一個朝向的正面的表面 那麼現在的掌聲呢 歡迎優娜 謝謝老師 謝謝同學 我不配 可是對不起 重工不好 所以應該用英文 OK 對 我是勝負 可是我不要叫你們宗教的東西 OK 但還是很重要 就是要開始思考 可是在這個課程 我們會教會你 怎麼想思考 你覺得 尤學會學習到 去學習到 這不是錯的 尤學會教會你 怎麼想思考 不是 要认识些事情 例如,如果您学习病毒或 computer 在10年后,您学习,就完整了 所以,学习会教习你怎么认识 不是怎么学习 只要评论这书书 记得这书书,评论这书书 不是 因为,在俄羅斯 是在中心的所有事情在世界上 中心的思考 所有事情您有 除非是在中心思考的方式 是在中心思考的 甚至更多的方式思考的方式 是在中心思考的方式 甚至在中心思考的方式 如果我们有或不 是在中心思考的古代 而是在中心思考的方式 要参加全正的方式 我们有的方式 也就是在中心思考的方式 为什么我说初不不不 你会说 你们知道为何 Eropa是最悲惫的东西 谁知道吗 因为 Eropa做了最无人的行动 在台湾中生存在 你所想, 如果是教育现在 如果你是自己的教育 您可以想着心情 这就是因为在欧洲 如果您知道如何去挑战 如何去关键 例如说 你看来什么 在台湾,你居住在台湾 probably you don't care about other things yes but the economy of Taiwan is influenced of what is going on in Europe in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everything so what we try to introduce you here is how to put the things together and say ah because this happened then this happened and then you can predict ah is it something important this week that's happening and can influence the word is it something do you know but you should know you know in two days there is a referendum in Scotland to be separated from England is this important why it's important do you know why because if Scotland is separated from England then you know British is over and the consequences will be too much in the economy first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waves you know will come to Taiwan so this is very important no matter what you study politics or economics or economics or anything now something else for example suppose that you study mathematics and this but all even the world mathematics is from Europe it's Greek right and you must learn how to challenge you know about the school of Vienna they were you know the people who are going Gendel and all the others to study like you go to Starbucks in Vienna in coffee shops you know why because it's very cold and the coffee shops they had you know heating and they were all the time they had some newspaper right right and it was a young person like you 25 years he finished his PhD and after finishing his PhD he did an announcement let's present his PhD in a very big conference where they were the best minds of this time David Hilbert who is in mathematics and this who knows his name Gendel was yeah right Gendel was very shy and he presented one of the most famous you know thoughts from the world that every that mathematics actually cannot be a closed system you will never have mathematics this closed I cannot explain to you now very fast it was the most heretic the most crazy idea Hilbert saw the paper and throw it away why because it blow up all his job finally Gendel was right I wish you to be like this to know how to challenge your teacher I know unfortunately for me as European that I cannot stand this you know how to memorize but you are afraid how to think how to challenge the teacher is like God should not be you will say but who I am yes you are human beings yesterday I was in some other conference and somebody wrote we respect the human beings because they have consciousness to distinguish the good and the bad and I say to some people to say to them that he is a fascist do you know why we respect human beings who will say to me anybody who will say to me you don't know you are in the university and do not to know why we respect human beings come on if you don't know this why you study your studies this is nonsense just because they are human beings there is no reason not because they can distinguish the good and the bad not because they have consciousness or they not don't have consciousness just because you have two eyes two legs two hands which can be destroyed cut by war or this is why there is no reason and if you don't know this what is going on about democracy about your personal life because you know you will graduate one day you will get married you will have family you will have a career if you don't know these things and if you don't leave this in your blood inside then you will never understand what is Europe and what is the European spirit you will write very well just copy but this flame that makes you worthy to have the life worthy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understand you know the language and the linguistic misunderstandings that Tseng Laos is saying something I will not speak from religious point of view but from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people say oh the bad people they go to the hell what is hell there is no hell it's the infinite love of God which you reject for example if somebody loves you so much and you reject him okay you reject the other you reject everybody here do you know how you will feel the absolute hell inside yourself this is the hell but again the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Greek language in Europe and then go more they created an image of somebody who is God and he mostly people they want to believe to God not because they love God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go to hell and they think that paradise is well they don't know what is paradise but it's actually it's a boring place and they praise the Lord you know this is ridiculous okay paradise is now it is that you love and that you open yourself open like this not like this because you know if you see the subconscious language because what I say to you it's about 40% it's my movements right and when you learn business it's not only what you say it's your gestures how you move what your body language says and this means close not open yeah but to be open is dangerous right but this is love and this is always the challenge of love if you cannot open you will be always close and you will be only with yourself and this is the help and when I say to you about God don't think that I say to you like religious things in Europe we have the modern way of thinking and the modern way of thinking is what which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ill now it is the question do we exist really here or somebody's dreaming us are you sure we exist now or we are of course it's the ancient question of the right but it's not only it's the modern physics which says probably it is and you know you must know this is university this is why you are in the university and if you see the very modern physics actually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for example if this is the universe here must be somebody who looks the universe who can see because if does not see if there is no observer there is nothing here does anybody here knows quantum mechanics studies physics you right if you see and now it's the question so if somebody does not see do the university the building here exist or not well I cannot answer to you so I said to you probably crazy things but this is your thought you must know how to challenge this is the beauty and the privilege to be in the university to do crazy things and to be proud of this you will fail many times yes so what this is also the beauty that you try and your failure it will it's not for nothing because you go this way okay it's closed somebody else will follow this way and will follow this way so you will put something in the knowledge and when somebody else will continue say okay don't go this way this person examined this this is not the right way go this way and you must be very excited to study what does it mean study close the book and it's okay now do you remember many people don't like mathematics right because the teacher comes and says oh this is this and writes here you know just an equation and continues everybody says come on what is this right what is this crazy thing why because he did not explain and he did not say the history how these things happened you know and these things are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if you know how the things happened then you know you will be so happy first and then you say hmm I can contribute something I can do something this is the European spirit so this lesson will teach you these ideas and if you take it you will be the best in Taiwan in the future and all over the world okay finished so so thank you so much that's okay what did you do Then go running do and do Four please I'm in four four and three okay charges But if I don't but our Okay OK 本来老师都给你们说明课的题目 可是我觉得老师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我希望最大的题目 Have a little bit fun 因为这个是一个open course 当然我们希望你们学有些新的观念 有些新的想法 可是不是跟其他的课一样 我们有点希望你们礼拜二朝上计算 哎呀 时间有那堂课 我去听一下 想一下 可是没有那么复杂 又没有那么累 我希望 我们有些老师会有点乱开玩笑 别无悔 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来国人 我用中文 我的中文 你们听得懂可是有点不标准 另外一个讲英文也不是我们的母语 所以我不是侮辱你们 可是最重要的 请终一点听我们的想法 有 我不需要我讲的话 你们都会同意 我只要 我说什么 你们想一想 哎 那个老师是对的还是是不对的 你们可以堪议 你们可以直接说老师你不对 我只有一个要求 说明一个原因 如果你们说老师你不对 因为我已经非常高兴 我完全不会骂 没有一个老师会不高兴 因为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题目完全没有一个一定的答案 我完全不会说我什么都知道的都是对的 不需要 我们喜欢上课的时候问有些问题 欢迎你们来回答我 告诉我为什么 不需要趴着吗 不需要趴着吗 还没有一个学生做完全没有原因的话 很乱的话不会发生 还有我非常喜欢是最后一个老师 因为我可以用他们的观念 想一想 刚刚连老师一直说自由 他从事那个自由 嘿 我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 谁自己觉得他有自由 谁觉得他有自由 哼 没有一个学生对不对 为什么我在这边 为什么我不睡觉 为什么我有个小孩 车上叫他急转很烦 吵架 急来急来上课上课 你觉得这个是自由 我要上班 谁想上班 我有个选择我去台湾的山爬山 五个礼拜你们都看不到我 没有那个自由 陈老师 你有没有自由 陈老师 你有没有自由 陈老师 你有没有自由 OK 我很坏 对不起 我有 有吗 因为自由是我可以爱 自由是爱 如果我不爱 没有自由 自由不是我要这个 那不要这个 是因为我爱 是因为我爱 我爱你们 那我爱我做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爱 这是我的山爬山 OK 我再问你们 你看我一下这个老师 我没有问题 你们都可以用 你们有自由 我就说那我可以 可是你自己学 你自己学 你才太大要读书 可能有的同学说 不是我想要 妈妈要我读 为什么我有个小孩 我说很烦 吵上跟他吵架 可是呢 差别在哪里 这个是我自己选的责任 我自己决定我要结婚 我要一个小孩 后来我的责任很大 你们一样 那你们可能大部分的之前 蛮高兴的在这个大学读书 因为你们自己要 当然你们自己选 以后你们有个责任 所以一个大的德国的法官说 自由 很多人误会自由的关联 其实自由那个内容 我可以自己选 我负担那个责任 我要跟那个人结婚 叫要指着他 跟他住在一起帮他 我有一个还是两个小孩 可是我选那个责任 因为以后我要养他 我做那个工作 我当老师 最后的我当老师 我不是因为薪水 因为我觉得 那可能有的时间 后来有一个将来 有一个结果 这个是我的责任 希望你们拿到什么结果 我希望好的结果 所以那个责任 其实是一个蛮非常复杂的一个字 一个话 刚刚我看 我看志龙老师 他的个性太好 他先说 哪个是二的 哪个是三的人 我本来说 二 99 3 1% 他的个性太好 他是不一样的 可能因为我当女士 有的时候看不到 不太好的结果 人一定要离婚 吵架 做生意 所以看得到 想法完全不一样 麻烦你们 回答给我们 看一下 还有我不一定要输 亚洲人 一定要学 欧盟的观念 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对 因为 欧盟的情况 目前不是一个大的梦想 可是 台湾是差不多30年 35年一个发达的国家 30年 35年间 变成开发中的国家 那德国 法国类传的国家的 那个历史 发达的历史 是蛮久的 所以 台湾目前的问题 是在德国 20年前的问题 其实台湾 社会的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 在哪里 请问 你们自己觉得 台湾目前有什么 社会方面 哪个问题 比较重要的问题 不是小的问题 你们现在要想台湾的未来 问题在哪里 台湾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没有小孩 你不觉得 这个是一个非常 基本上的问题 不觉得 为什么不觉得 可以开玩笑 你们都不觉得 你们太年轻 是一个大的问题 可是台湾的问题 是蛮大的 比率方面 这个也奇怪 最后一个问题 一个女人 在台湾 生多几个小孩 知道吗 1.1好像也改变了1.1是去年的 差不多1.1 非常的低 对不对 比率方面 这个也奇怪 一个女人 生1.1个小孩 我一直考虑 怎么生1.1个小孩 我的想法有点奇怪 我知道 平均哪 平均哪 平均 一个女人要多少 2 0.7 0.7 对 最新的是0.7 1.1是去年的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不太重要 0.7跟1.1 其实问题也蛮重的 2.2 因为有的女人 没有办法生小孩 有些小孩 果子等等 还有你们看到什么 我一直说 一个女人 生多少小孩 你们看得出来什么 男人不太重要 女人比较重要 OK 不好意思 第一堂课 都是有一点 我不要说 软要换来换去 我们不好意思 那个人气温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陈老师都在外面 想处理 一个小时以后 我已经要换我的衣服 我本来要去运动 现在不需要我已经流汗 所以你们也看得出来 为什么台大是那么好的 因为他们的学生 他们的老师 不因为他的那个四倍 OK 从下个礼拜开始 都是比较安排好的 因为学生太多 人具有问题 老师换来换去 从下个礼拜开始 都是比较成长的 我真的希望你们 对这个课有兴趣 有一点看我们 欧洲人的那个想法 我不说你们一定要配合 我们的想法 可是考虑那部分 欧盟对台湾 可能我们的管理对台湾有利 想一想 OK 谢谢你们 谢谢